是连地警署呢 竟然又发现了头牌案件 是一名林姓书记官 遭到同事检举 行为非常诡异 检方随即展开了调查 发现说他随身携带针孔 而且还还把这窃露器 就装在办公室 还有这厕所里面 这个月9号 检方执行搜索 结果在他的驻扎呢 发现了窃露器材 还有一颗镜头 甚至发现了 里面有多名的女性私密影像 林姓书记官设有重嫌 因此遭到法院积压警戒 随着音乐扭动孙子 和孩子一起玩跳舞机 妈妈记录下亲子时光 但很难想象这名好爸爸 竟然是一名偷拍狼 而且他超离谱 偷拍的地点就在士林地检署 林姓书记官在试检担任书记官 长达十多年 事情不关后 不少人都是感到相当惊恐 地检接获内部同准检举 觉得林姓书记官 行动诡异 老师会莫名靠近同事 一查之下 原来他随身 携带针孔偷拍女性群体 甚至还把针孔 放在办公室和女厕 这个月9号事件 执行搜索在他的家里 发现切入器材 和一颗硬碟 里头存有不少同事的私密影像 林姓男子也硬设有重嫌 遭到羁压 事件有多少女性受害 恐怕难以估计 被告设犯妨害秘密 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等罪 犯罪嫌疑重大 有事实足认为有灭证 及勾串之余 业警法院裁定积压禁件 为了避免同人恐慌 检察长发出信函 表示第一时间 已将他调离原职 并取消他在办公室区域的出入权限 侦查会以高规格处理 保护被害人隐私 并每天用反针孔设备清查 但这其实并非事件首次发生偷拍案 我们要跟被害人说的道歉 2020年就有一名保全偷拍 25名女子竹策 法院最后判他两年10个月 得一颗罚金102万 之后还在厕所加装防窥隔板 并定期安全侦测 没想到这回二度发生偷拍 事件沦为偷拍圣地同仁的安危 被打上问号 记者邀请陈瑞翔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